雷风湿关节 我们常见的病症固然都影响一些小关节 令到小关节发炎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红肿痛的情况 亦都很常见会出现一些神僵的问题 不过关节痛以外的话 很多时候常见的病症 包括譬如疲倦 雷风湿关节的话 亦都会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出现 譬如间质性肺炎 如果病情持续活跃的话 更加会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病的风险 在这个疫情底下 患者生活的影响包括少了运动 少了运动的话 亦都对病人整体的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弱点的话 就是他们可能需要多做一些 和清洁或消毒有关的家暴 这些重复性的动作 亦都可能会伤到一些 比如说手指和手腕的关节 第三的话 就因应回复症的安排或者改变 亦都影响到医生对病人的风湿关节的评估 第四就是说 当然亦都有机会影响到他们自己本身的情绪 因为在关节病人里面来说 出现一些抑鬱问题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多 在这个疫情底下 有其他的影响和打击的话 我们都会很着重患者的心理状态 其实治疗类风湿关节目标 就是我们要尽量控制发炎的情况 达至缓解的程度 而缓解的意思就是代表病情已经是不活药了 除了一些传统的抗风湿药以外 其实现时有很多暂身的药物 例如是生物制剂或者口服标白药 生物制剂的话最主要是针对肿瘤维射性指甲 白介素6 T琳巴白血球或B琳巴白血球的药物 它们全部都要以注射形式 包括是静蜜注射又或者是皮下注射 注射的次数 由每一个星期注射一次到每一个月注射一次不等 口服标白药最主要是压抑激瘤的药物 其实两者之间的药效都是很相似 生物制剂最主要是针对某一类的发炎因子 或者某一类的白血球细胞 而某部分的口服标白药 它都是经过肝脏或者肾脏分解 所以如果患者 如果真的是一些比较严重的肝肾功能的影响 那用药那方面就更加要小心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有固定的运动时间 另外一件事的话当然就要注重个人卫生 减低感染的风险 第三就是虽然服用一些药物 有机会可能会减低抵抗力 但是不主张自行减药 因为减了药之后病情如果复发了 使用药物的剂量可能之后要用更多 才可以控制病症 所以我们下期待会减低感染的风险